作为内娱当红小生 吴磊在事业方面始终是资源不断 可在情感方面 虽然偶有绯闻传出 但本人从未正式回应过 近日 他在采访中的一句话引发热议 疑似暴露出他现在的情感状态 最近 吴磊现身芯片宣传活动 与影片其他主创一起接受媒体采访 在当日的活动中 吴磊身穿白色西服 整体造型俊朗有形 还略带一些熟男的氛围 与黑色系的胡歌正好相对应 在当日的采访中 吴磊表现健谈活跃 还透露出一些关于情感方面的信息 当各位主创畅谈影片感受和人生感悟时 作为影片主演之一 吴磊先是客气一番 笑谈他年龄尚小 体会还不是太深刻 而且这个话题也很难总结 随后重头戏就来了 他直言很满意现在的生活状态 就是和爱人家人一起就好 貌似平平淡淡的一句话 但其中的爱人二字引发网友热议 网友们从不同角度进行解析 但大家均表示吴磊这也太明显了 认为若是没有恋爱 他绝不会这么说 而且早在去年生日时 吴磊就许愿现在我爱的人 爱我的人 若不是正在热恋中 绝不会说得这么顺口 网友调侃吴磊肯定在内心演艺千百遍 就是想向世界宣告他的爱人 更有意思的是 当吴磊在现场说完那一句之后 全场立刻陷入懵懂状态 胡歌也是满脸内涵式的笑容 嘉宾们的这种反应 更是侧面坐实吴磊的所言不虚 至于吴磊所爱之人是谁 评论区提名女星向寒之的大名 两人之前就传出恋爱绯闻 起源就是因为一张聊天截图 有网友表示 照片中的女星就是吴磊女友 而那人正是向寒之 随后又有余记在线爆料称 两人在合作影视剧时就互动暧昧 还透露是男方主动追求女方 对于这一传闻 女方多次否认 先是在和好友的直播中 明确表示两人没关系 更表示这种传闻太无语 向寒之也因在直播中的言语表达 而遭到网友攻击 虽然女方明确否认 可在这之前 向寒之曾发表过一篇签字文 文中的诸多细节 隐隐透露她有喜欢的人 却无法公开 她还表达这样一种观点 粉丝不该干涉偶像恋爱 种种细节似乎表明她所爱的人 与她一样也是圈内人 而且热度应该不低 童星的生活 可以说是在众人的注视当中成长的 这也使得他们每个阶段都会被解读 就算已经到了结婚生子的年龄 依旧会有好多人觉得他们是孩子 因为他们小的时候 在电视剧或者电影当中 给人留下的印象太深了 所以才会让大家看到他们长大后 依旧觉得他们还很小 无论是童年时期的马小跳 还是成年后的星汉灿烂 观众都可以明显看出 吴磊是如何比例协调地成长起来的 现如今已发展成为一位极具魅力的青年 观众对她的喜爱贯穿了 从童年到成年的整个过程 这种情感的持续也促使她 不断获得新的合作机会 朝着一线明星的方向稳步前进 然而2024年3月13日 公众对吴磊的关注点发生了转变 起因是一位女性粉丝 在国际社交平台上发布的更新 众所周知 当明星希望将个人的感情生活 和日常保持一定的私密性时 他们会倾向于在国际社交媒体上更新动态 由于大部分内地粉丝 难以接触到这些平台 因此他们的私生活便能相对隐秘 因此当吴磊的合照在网络上曝光时 许多人表示震惊 照片显示 吴磊与一位女士的亲密合影 面带笑容 看起来非常幸福 这引发了广泛的猜测 人们纷纷推测 吴磊已经步入恋爱的甜蜜阶段 甚至在之后还在车内嬉戏 不少网友对此表示了祝福 但也有网友 却不是这么认为的 他们甚至觉得不应该谈恋爱 因为面对这样的状况 不少粉丝体现出了一种 为人父母的心态 但对于明星本人来说 他们的个人生活选择 包括恋爱 应当是自由且私人的 因此 吴磊与这位神秘女士的亲密合影 引发了公众对她私生活的广泛关注 关于吴磊的感情生活 网友们的观点分歧 一些人认为 吴磊尚年轻 应当将恋爱延后 专注于事业的发展 认为稳重之后的爱情更为稳定 而另一些人则持不同意见 他们认为吴磊已经24岁 这是一个正常谈恋爱的年龄 因此应该得到支持 从合影中可以感受到他们的快乐氛围 特别是吴磊 施发的造型展现了他少有的一面 而女方的害羞态度 似乎对吴磊的大胆举动感到惊喜 这种公开的恋爱态度 足以证明他对这段感情的负责任态度 相对于隐藏恋情 这样的行为更显得坦荡 尽管如此 依然有粉丝认为 作为公众人物的吴磊 此刻应该专注于自己的事业 恋爱可能会分散他的注意力 影响到他的职业生涯 然而 阻止他人谈恋爱 显然超出了粉丝的能力范畴 我们能做的只是静待吴磊方面的正式回应 以确认这段恋情的真实性 无论结果如何 如果是真的 我们因为他们送上最诚挚的祝福 如果是虚构的 那么谣言自然会在智者面前止步 毕竟是这事 如果是真的 那吴磊很明显是想恋爱了 这个时候去阻止他明显是不好的行为 反而会获得相反的结果 所以顺其自然未必是坏事 毕竟经历过 才能让生活变得多姿多彩 从而在后面的生活中积累经验 这比劝他要好用得多 在吴磊的成长过程中 他经历了许多挫折和磨练 像许多青少年一样 吴磊在学业和职业之间找到了平衡点 他曾在校园里默默无闻地打拼 兢兢业业地完成每一次考试和任务 他一直努力着 却最终成为了学校中的活跃分子 参加各类校园活动 展现出自己的才华和魅力 这个羞涩的少年 慢慢地摆脱了自己的保护壳 迎接生活的挑战 他的第一步进入演艺圈 是靠自己的努力和天赋 吴磊在少年时期加入了央视少儿频道的节目 奥运小玩神 通过这个节目 他向观众展示了自己优秀的舞蹈和表演才华 凭借着长相清秀 天真可爱的形象 他迅速赢得了观众的热爱 年轻的吴磊不仅展现出了在表演领域的突出天赋 更在全能之路上不断挑战自我 为每个角色精雕细琢 呈现出令人印象深刻的表演 他的努力和付出不仅让观众见证了他的成长 也为影视圈注入了新鲜活力 期待着吴磊在未来的演艺生涯中 继续取得更多的突破和成就 为观众带来更多更好的作品 年轻演员的全能之路 就在吴磊身上得到了生动展现 有人说别看吴磊年轻 但身上却早已有一股老艺术家的风范 成熟稳重 内敛谦逊 不考炒作博人眼球 甚至就连自家的粉丝素质 也要比某些流量小生高上不少 只能说24岁的吴磊人生刚刚开始 相信未来他一定会